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4月1日 星期五 今天是餘孕節 不過這件事就絕對不是餘孕節 澳門 大家都知道 自從太陽城龍頭和德進 被 大陸方面鐵碗掃蕩之後 所有貴賓廳 基本上都很難做下去 終於 真的受不了 我們也跟大家說過了 貴賓廳業務在澳門 基本上沒辦法再生存 現在 最後一個 貴賓廳 黃金集團 也是宣告結業 香港金融界名人 蕭生好朋友朱太 他家族控制的 澳門黃金集團 突然宣告結業 其實 兩晚前已經宣告了 會遣散260個員工 澳門旗下 經營的新葡京的黃金廳建業 所有的大型貴賓廳 全部都在澳門消失了 太陽城集團也表態 澳門賭廳中介人的市場幾乎已經消失了 所以就會去其他亞洲的地方發展 當然 例如柬埔寨 例如北韓 例如越南 也有他們的賭場 當然是遼國 菲律賓 馬來西亞未必能打進去 因為馬來西亞是雲頂林家的天下 新加坡也有賭場 不過 新加坡會不會接受大馬仔呢 這個就難說 其實亞洲有很多地方開賭場 接下來日本也說可以賭場 塞班島也說可以賭場 周圍也是賭場 其實俄羅斯也是 當然 俄羅斯的人通常是東北島 也有大陸的大款 就是俄羅斯的賭場 我們要說回澳門 為甚麼要說黃金廳呢 因為他是最後一個倒閉廳 先跟大家說說 說之前 支持六部局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痛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和星期二日報告給頻道 愈快贊助 我們以後 現在定了 直播時間 一個星期做兩天 不然整個下午都沒有了 變成我們也要用其他 有其他的業務要搞 不可以 花太多時間在這個 直播身上 所以 以後暫定了 星期二和四 星期六日是沒有的 不過如果有緊急的情況 到時可能會特別通知 如果不是一般情況 星期六日我們也想休息一下 晚上 我們那天的日間和夜晚節目 恆常節目我們是會照出的 大家放心 大家希望 支持我們的主頻道 後備頻道 現在變成了植物人 希望大家幫忙撻上他 幫我們 無限 多謝大家支持 說回黃金集團 其實90年代 已經由朱太太的父親 人稱福哥的李惠民成立 為甚麼是李惠民的福哥呢 原來他的原名是李樹福 是以孤島黃豪生的其中一個外將 李治強是做主席的 黃金集團 是當時 盛極一時的貴賓廳 在蒲經開黃金廳已經很出名了 當然 蒲經還有幾個大廳 包括在地牢的紅運會 還有四樓寶島廳 也是比較大型的廳 到了 新蒲經也有他們的賭廳 高峰時 他們做了六個 長期 都是業界頭五名 其實以前是很大的 不過後來 當然不及那些後來者德進 廣東會 還有太陽城 朱太太也有跟澳博合作 旗下的上市公司金利峰 其實金利峰初初改名是黃金集團的 後來 就改名是金利峰 他們也收購了黃家金堡和坦仔君怡的賭場 由金利峰 自己經營 跟黃金集團分開 這次不知道會不會受事件結業了 不過 其實 逢是衛星場 也是有個問題 他未必是屬於澳博的 因為他是借澳博的牌 黃家金堡和君怡 如果你借澳博的牌 可能到時就要 由澳博去收購 因為現在 最新澳門規定 任何旗下的衛星賭場 你一定要是業主 不然就不行了 以防 你把那個 租給人做 其實 監管也挺嚴重的 以前可以說 在澳門來說算是數一數二 現在 現在 就算是糟糕了 市場其實 不斷萎縮 澳門的前景當然是 不是那麼樂觀 因為以前靠賭 其實那個 店舖炒得很大 樓價很貴 店舖也很貴 人工也升得很厲害 現在 當一沒有賭之後 其實情況 絕對 會跟香港的羅素街 當年的廣東道的店舖炒風 是一模一樣的 當年 由於大陸的大款 有錢人下來 基本上是用供款吃喝消費 他們真的買了幾千萬 全部用供的錢 當時打灯的時候 一來到 就開始萎縮了 沒有人再花得起的錢 羅素街的店舖跌了八成 甚至乎八成半 200萬租 現在是十幾二十萬租給人家 原因是真的沒有生意做 沒有了大陸客 沒有了那種豪客 澳門賭場更加不止 因為澳門賭場 燈油火立 每樣都貴 每樣都很豪華 酒店也豪華 每樣都很豪華 每樣都很豪華 要支撐這麼大生意 你只是酒店房價幾千元 誰去呢 所以接下來 那個跌幅 我相信會很大很大 我相信沒有人會 用這個角度跟大家分析 反而 我覺得 澳門的情況就會像香港的舖租一樣 尤其是頂級的 那些一線街 羅素街 廣東道那種舖租的跌法 其實黃金集團真的很揮煌 很多年前 朱太太已經是大家知道了 他們 金利豐在香港也很厲害 專門幫 三四線股 融資 壓股 也有學後之稱 除了在澳門 新澤賭後 當年 其實 老實說 他以前 做這個 蒲經最大的VIP貴賓廳 當然是不少東西啦 當時 賭權未開放的時候 蒲經生意最厲害的 其實2005年的時候 可以說他們整個業務可以 做得越來越大 因為 澳門的賭權剛剛開放 他們 買了一隻殼 叫麥特科技 就是黃金集團的前身 拿了一隻殼 然後把澳門的軍儀酒店 和王家金寶酒店駐入這間公司 到了2011年 黃金集團改名為金利豐金融 據彭博統計 只是到了2016年 金利豐在證券和股票 配售包銷箱中排名第一 當然 當時 他配售項目是47宗的 也是香港三大收購合併財務顧問之一 做了22宗交易 很厲害的 大家也知道 他在香港 做學校 當然是 十分之 很厲害 生意越做越大 他們的資產滾到很大 好了 說回他父親也很厲害的 他父親李慧文 其實 早在90年 創立黃金會 之前去過拉斯維加斯做過賭場顧問 海撒賭場的時候 他也很厲害的 在拉斯維加斯的海撒賭場 賭場顧問 他當時 05年 在澳門有30張賭桌 有6個賭廳 當時的第一季 他們的鑽馬已經到了600多億 你想想 只是一季的鑽馬 零幾年的賭權開放 當然之後 他就那個太陽城霧起 其實搶了黃金集團 很多生意 當時 他說的那個 賭權開放的時候 永利 金沙那些未認真發位的時候 還是在澳門的天下 何鴻鑫的天下 當時 奧博 旗下有79個賭場 其實黃金集團 的生意就等於這79個賭場的四分之一 做了四分之一 毛利是20% 很厲害 當時 人們傳聞 說 賭王和鴻鑫賺一塊錢 他就佔20元 亦都是 當時這個叫做鴻鑫身邊的 瓶鴻人 那麼厲害的賭廳 可能是始終跟 奧博的關係 當隨著奧博 在 業務方面被其他的賭場趕過 例如 銀魚 金沙 永利 其他的賭場都好像是超越了奧博 奧博在市場指揮率不斷萎縮 當然 靠著奧博的黃金集團 當然是 生意跟著跌 其實 最重要當然是避不過武漢肺炎 一場武漢肺炎 基本上把澳門徹底清除 而 澳門 也因為習近平的 取態 就是要 打擊一些非法賭博 打擊一些大陸人來賭錢 在澳門賭博是犯法的 但是 叫人來澳門賭博是犯法的 這樣大家想想有沒有生意做下去呢 其實情況 可能比香港更加壞 我們要用回 2012年之前香港那些 炒舖 羅素街 廣東道那些頂級的黃舖 一個店舖平均1000呎要200萬租來計算 現在跌了20多萬 百分之一 跌了八十幾個百分之一 而澳門 如果是這樣跌下去 澳門的樓價 一萬多萬元租 跌下去1000至2000 其實也有可能的 因為 澳門以前 賭場 其實是佔了很大的比例 而澳門 最低潮的時候 就是賭權開放之前 當時的生意很難做 當時的國際中心 二十多萬一間 就是兩百萬買一圈 一圈是甚麼呢 一層八個單位叫一圈 當時我有朋友在賣四個圈 發達了 八百萬 現在一個圈也賣一千多萬 當然 2002年拿得起八百萬出來買澳門樓 當然也不是普通人啦 要說回這個黃金集團 他的建業可以說澳門整個貴賓廳 徹底玩樂 澳門接下來的 生態 其實我們跟大家之前分析過了 肯定是很樂觀的 原因 大家都知道 現在的這個大陸 尤其是資金 嚴防這些錢去外流 澳門 可以說真的這麼多年來幫中共國後放血 放了十幾年了 現在中共終於醒了 哇 不可以了 條頸糧糧糧糧的 原來國後放了整地都是血 有多少血了 一年放幾萬億出去 十幾年就有幾十萬億了 這筆錢很大 當然有部分是貪官流出去的錢 不是全部輸的 當然輸的錢 也要由大陸政府的埋單 你看到了 在澳門輸了錢 然後回到大陸 變了廠房 甚至破產 跳樓 大有人在 這個情況 以往香港試過的 不過大陸的規模比香港大100倍 所以傷害自然大100倍 澳門的生意以前做大了100倍 現在縮下來 會不會縮到一百分之一呢 不知道 做得回一成 其實也會死的 即是說 規模擴大了 胃撐大了 突然間沒有東西吃 真的會餓死的 跟一個肥佬一樣 平日 之前也有85元 突然肥到現在2千def 然後再縮下來 300磅 一定會餓死的 所有肉都被丟掉 位置 時間就不能撐 我們看看澳門現在的情況 如果大家在澳門有投資的話 其實儘量要沽 因為 人價仍然很高 他跌下來 其實那個跌幅可以好似 廣東道的舖租 可以跌八成 這段時間 我們暫時先跟大家說到這裏 拜拜